有人回报在Windows下面 他发现说 在ESP32跟8622使用我们的烧录软体 烧录的时候 有一点小状况 测试的结果 的确是这样 目前我们的 我这一颗的板子是 ESP32 我们测试ESP3 那我们的装置 我把 CP2102的 共享过来 共享过来 那我们开启我们的网页 我们想用ESP2S烧录的时候 然后 我们按一下烧录 选择COMPO 确定 烧录 安装 正常的状况下他就会这样可以烧录 就可以正常烧录进去 他告诉你烧录完成 有人遇到的状况 有人遇到的状况是他一直转圈圈 然后 就这样 再也不动 我们待会看看会不会遇到这个状况 正常状况我们只要这样点就烧录完成 这样就解决 蛮好 这个 ESP WebTool是蛮好用的 那 在Linux下跟Compbook下烧录都像这样非常顺畅的就做完了 个人也遇到过 像刚才的状况 所以我就特别再做一下示范 来再做一次 烧录 点选 连线 上路任体 然后 出问题了 失败了 注意这里 他这边告诉你要按 boot的button 什么叫boot的button 这里 这个状况只有在Windows下比较常看到 那我们这边有个boot 这个按钮 也就是 这一颗 在USB的上面这个boot 他叫你按这个才能烧录 再返回 这个时候你按着 压着这个不放 烧录前压着这个不放 然后再去进行 烧录 ESP 烧录 安装 它就会可以顺利的烧录 等它开始烧录以后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按钮放掉 在ESP32烧录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状况 特别 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样就可以顺利烧录成功 就是你要按着那个button的按钮 如果遇到那个错误讯息的时候 你按着那个button的按钮 就烧录完成了 然后再说明一下 你这样就会顺利的烧录 我们就会给我顺利的烧录 要顺利的烧录 都可以顺利的烧录